创意手工 创意生活 同学们好 今天呢 我们将接着上一节课的主题 石头的创意来进行创意石头加工 我们需要的材料依然是枯树枝 还有这些石头 白乳胶 和我们定制的小画框 我将带着大家用这些材料 来进行一个创意手工制作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我的一家 大家看看我这个画框呢 它是定了这个挂钩的 所以的话你要看清楚方向 不要粘错了方向 那么人物的主题呢 其实也就是拿我们这些石头 把它作为人物的身体的零部件 进行一个比较抽象的这样的一个拼摆 因为我们这个木板的颜色呢比较淡 所以的话我还是会选择 比较深一点的这种颜色来进行一个粘贴 大家看这个颜色就可以 这种颜色放上面也可以 可以选一下 哪些颜色放在上面比较合适 偶尝用一个浅色 也还是可以的 但如果都用浅色就不行了 我这样随意的拼摆了一下 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像什么呢 有没有觉得像一群人 好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逻辑示威来进行一个拼摆 现在我想拼一加四口 现在我们都提倡二宝嘛 所以很多家庭选择了生第二个宝宝 所以我会拼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和两个宝宝 那么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就会大一些 宝宝的身体就会小一点 所以的话你要对你选择的一个石头 进行一个选择 这个石头呢是我这里最大的一块石头 所以我用它来做爸爸的身体 爸爸的身体是比较大的 妈妈的身体呢应该小一点 好我选了一个这样瘦长的 妈妈的身体呢比较苗条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瘦长的石头 来当妈妈的身体 这个是妈妈的脑袋 好大家看一下 我在拼摆的时候 有意的将爸爸和妈妈的脑袋 撤了一下 然后让他们靠在一起 显得 这样看起来就会让人觉得爸爸妈妈 感情非常好 好爸爸妈妈的身体摆好了 现在呢要旁边 左边摆一个 右边摆一个小宝宝 小宝宝的身体就没有这么大了 所以这个石头就不能用 要选一个小一点的石头 这个下面有点凹凸不平 不好接触 所以我换掉 大家觉得这两个大小可以吗 还可以 这两个大小 所以我们用它来做两个宝宝的身体 现在呢要选两个脑袋 这两个脑袋 大了一点 所以我们选择稍微比这两个小一点的来当脑袋 或者把爸爸妈妈的脑袋换得更大一点 这样就可以用了 其实这个石头的颜色和这个石头是比较匹配的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大小的脑袋的话 可能把爸爸的脑袋就换得更大一点 这个大小还可以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大的来当爸爸的脑袋 妈妈的脑袋和宝宝的脑袋换一下吧 因为这个要大一点 这个稍微小一点 所以调整一下 妈妈的头还是靠在爸爸的肩膀上 或者是跟爸爸的头挨在一起都可以 小宝宝的头呢 其实也可以靠在爸爸的身体上 也可以靠在妈妈的身体上 也可以不靠在上面 他有点淘气 自己想去玩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你捡来的石头的这个多少和它的种类 是直接影响到你这个后期的一个拼摆的 那么大家在外面捡石头的时候呢 就会尽量的多捡一些形状不同的 粗细不同的 长短不同的这样的石头 那么你回来进行这个石头化的创意的时候呢 你的选择的余地就会大很多 好大家看 现在呢 我觉得这样排起来还可以 我把右边的这个小宝宝的身体这样 扭了一下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小宝宝有点淘气呢 可以的 现在一家四口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 这一个造型已经拼摆好了 我想对它进行一个背景的一个装饰 选择一个合适的这种枯树枝 来给它们加一个背景 我在这里加上这样一个枯树枝 那么这一家人可能就是在山坡上 一起在眺望远方 也有可能是周末的时候 他们一起出去郊游 或者他们一起坐在他们自己家的院子里 院子里种了一棵桃树或者苹果树 这些都有你自己去发挥想象了 大家觉得这个树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现在呢 我要把它们进行一个粘贴 如果我有一块长长的石头就好了 那么它就像一个凳子 现在我没有一个长长的石头 所以我用几块大一点的石头来拼摆一个凳子 看看哪个石头比较合适呢 或者我们换个颜色来给它们拼摆一个凳子 也行 你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石头 这不行 所以我用几块大一点的石头来拼摆一个凳子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我选择了一个颜色比较浅的这样的石头来当一个凳子 然后呢和他们的身体这个深色形成一个对比 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区分哪是一个木凳或者是一个石凳 哪个地方呢 它是人的身体 好 现在 大家觉得这样放合适吗 好 可以稍微往下挪一点点 把上面的空间多留出来一点 这样会显得这个空间远一些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来进行一个粘贴 我们先可以把树拿下去最后进行粘贴 先把人物和凳子粘起来 差别加空我们来开 在同一文明川上 感谢观看 现在我们开始来粘爸爸和妈妈 先从中间开始粘 这个石头比较大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 白乳胶 别忘了爸爸的头要侧一点 所以粘的时候稍微歪一点 再来粘妈妈的身体 妈妈的身体比较苗条 接下来粘上妈妈的脑袋 妈妈的脑袋也要测一点 大家会发现 你看我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把身体往这边挪一点 这样才可以很好的让它和妈妈的脖子 连接起来 侧着一点 好可以了 它们还没有干 也可以稍微做一个微调 干了就不好调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粘两个小宝宝 自己一个人站在那里也行 头呢可以这样直着 也可以这样侧着 挨着爸爸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些都要交给你自己来设计了 接下来是一个淘气的小家伙 他的身体我粘的时候呢 会让他测一点 大家看 他就没有这几个粘的这么直 往旁边歪一点 再来粘上他的小脑袋 这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淘气 你看他的头 我选的石头都跟别的头不一样 好了人物已经粘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要加上我们的这个树枝 把它作为背景 这样看来 我们的这个树枝的接触点呢 有四个地方 一个呢是这个树枝的这个底部 还有一个是这里 还有一个是这里 还有一个是这个树梢这里 你测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 所以的话你只需要在这四个地方 加上白乳胶就可以了 别的地方不需要涂 因为它并没有和这个木板贴合在一起 你可以在你的这几个要放白乳胶的地方做一个记号 用笔点一个点也是可以的 因为可能你自己会忘了是哪几个地方 还有这个点我们也给它加上白乳胶 好了 接下来呢就交给时间呢 过一会之后它就会干了 干了之后这些白色的 你都会看不见的 它都变成透明的了 现在呢温馨有爱的一家四口 也被我创造出来了 你会有不一样的创造吗 期待看到你的作品哦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